你很喜欢的球员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球员 无论是在往前和环部的一些技战术的全面性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不错 希望他在退役之后 然后在自己的事业上和生活上能一帆风顺 他是怎样的人 就是我觉得他是可以场上最慢打的最厉害的人 就是还不用像我们快速的离动 那慢直接潇洒 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员 无论是场上的意识还是他出球的一些线路 都是世界上顶尖的 他是一个很好的球员 我非常感受到他 Liana告诉我一个传统的传统 我非常感受到她的专门 我认为是比较帅气的一位英文 我想每次向他学习 都没机会了 会的 我觉得每次跟他打比赛都是非常辛苦 我认为他很厉害 因为我学习很多比赛 尤其是比赛跟他学习 我认为他很厉害 我会失去一位一位打比赛 我认为他很厉害 我认为他很寂寞 我认为他已经比赛了一位打比赛 我认为他很厉害 我认为他根本就失去一位打比赛 我认为他要求一位打比赛 就会得起来的 所以我认为他确定要了一位打比赛 我认为他招待和女子的打比赛 我认为他要求一算吗 我认为他要求一算吗 有印尼西亚的球员 难忘的时刻 每一场球都挺难忘的 因为他真的很难打 真的 每个球就对 我觉得很希望 还可以再向他学习 其实就是每一次的比赛吧 我觉得每一次的比赛 都是让我很难忘的 当然是2016 Olympic final 我对Lilliana 但我失去她 但我感谢 她是最大的青山 所以我只是习在前面 是阿滋県的 就是阿滋県第二次的 我最初后当初 我当初当初是 这种良好的人 但不过你得着 是否让我选择 是没有人的 所以我感觉到 加速的丁度 我要励力 而我感觉到 Lilliana的联益 前面的编励 也感觉到 我真的不太一回 那在三四个的球员 比赛一定都在那里 但是 初咱们做得到的地方 就感到意外资格和 初咱们赢得到 着手 比赛很高兴 感谢Bu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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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